字幕君 周深 編曲 貓智 哈囉大家好 我是莫提 以上介紹我平行一則後呢 今天來講的是 賭潘森超級無敵冷門的陣容 幾乎是沒看過啊 這陣容我有提前分享給會員們知道 獲得一致好評 簡單三個字 無腦又暴力 有點像是低價版的金生李星的那種感覺 而且潘森又是一費卡 他是比較好去刷到三星的 那這支影片會抽出1500點的買卡點數 抽獎的辦法就是在3月發布的任務之影片按讚加留言 並且訂閱此頻道以及副頻道的戰棋實況大集結就可以參加抽獎了 並且現在加入Youtube會員還可以抽PS5跟iPad 還能提前看到S8.5的上分攻略 像是今晚的話還會再分享另外一套新攻略來對付這個陣容 那遇上有限也沒關係 歡迎加入FB的社團一起討論戰棋 或是點擊下方的資訊欄就可以看到圖文攻略專區了 好回到主題這陣的英雄有潘森、李星、露露、莫菲特、鋼普跟索娜 這個陣主要就是以4助戰跟3超級英雄去做搭配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搭配這個陣的時候就是以這樣子的一個思路下去延伸即可 這號陣是由潘森當主C然後索娜跟露露當副C 所謂一個慢魔型的法系陣容 潘森娜在目前版本之中可以說是超級吃香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強勢的魔攻陣 像說逆命啊、妮可啊、好願甲金克斯等等的 而潘森只需要靠龍爪這件裝備就能夠撐高魔防堆疊他的傷害 可以說是極度變態 雖然說現在有一些強勢的物攻陣啦 但較長的一個物攻陣都是在二廢的毒狗比較多 跟一廢的毒狗不太會去完全的卡到 所以呢大家如果仔細研究過的話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13張的一廢卡呢 其中竟然只有3張的物攻角 凱爾、艾希跟納瑟斯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今天大家都抽到這個一廢的英雄強化的時候呢 你就是天克完全的一個優勢開局 更何況呢就是這號陣對付大多的物攻陣也是有一戰之力相當無腦的 初裝的部分潘森必備的就是龍爪之間裝備 再來就是石像鬼啊、日炎、後戰、煩甲等等的彈裝都可以給他 通常呢我會先合兩件套就是石像鬼跟龍爪這兩件 那第三件的話呢就是看狀況去合啦 像說後戰、日炎、退坦啊、反甲其中選一個就可以 那有的時候因為裝備的問題我有可能會先合日炎 因為腰帶跟甲子如果一起掉 然後你又想要在中期去打連勝或者說保血量的話 其實日炎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再來就是說索納跟露露怎麼去做抉擇呢 如果說你今天有三星露露那你就養三星的露露 那如果說今天沒有當然就是去改養這一隻索納 而且反正他們拿的裝備都是一樣的 精進啊、藍buff啊、法爆啊、破防者等等的魔攻裝備 然後最好呢如果有科技槍的話也可以和科技槍增加你整體的一個續航能力 威爾哥呢則是可以去拿星火啊、法爆或是說剩餘的魔攻裝 海克斯的部分呢必選的當然就是潘森的英雄強化 再來就是助戰轉折、珠光蓮花跟戰鬥法師 比較通用的是貿易大亨、錢穩錢、免費招待券、打鐵鋪跟組件組合包 開場強裝建議是斗篷、鎖子甲、水滴跟魔棒 那玩這陣呢是有先決條件的 第一個就是二之一要選到絕佳攻勢這一個英雄強化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你有適合的一個裝備 斗篷、鎖子甲、水滴、魔棒 而非一堆的大劍跟弓 我覺得弓呢真的是算法系陣容裡面很難消化一件裝備啊 如果說真的今天掉弓的話你可以去合電刀 或者說掉了好幾把的弓的時候你也可以選擇合火炮 就讓你的法系的輸出站在右下角的位置當然也是ok的 再來呢就是最好你的潘森要近牌夠多並且沒有同行 這點呢是任何的獨狗戰都是一樣的 接著講到陣容過座的部分 前期不深等打五連敗最大化精進 只拿體系內的牌像說潘森啊、露露啊跟鋼普這些角色 那可以看出呢這套陣容是有較多的以費卡 很好互相過濾以費的卡是增加拿到潘森的機率 二之三錢呢如果說你今天是有近三地下勢力的時候 能貪則貪通常連敗我們只會達到二之了 所以三之一呢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決策點 教大家兩種以費讀狗的讀法 第一個方法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潘森數量是夠多的時候 例如說你可能已經超過五張了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選擇在卡著四等 直接刷到剩下十塊錢左右 儘量呢要在這回合去追出更多的潘森 幸運的話呢可能就直接三星起飛了 第二種方法就是慢慢的刷牌 卡在五等然後存個可能四十到五十塊的一個令型 慢慢刷潘森來到三星就好 這種慢刷牌的一個方式啦 主要也是讓自己比較有一個退路 不會說一氣之間就把賭金都給賠光了 而這種一費卡的賭證呢 建議四之一的回合呢要OIN所有的身家 避免說自己跟其他人的等級落差太大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還在五等 然後四之一別人都已經生氣了 你們是會直接落差兩等的 而且呢其實這個遊戲呢 他有的時候是需要去提速 就是加快這個整體遊戲的節奏 並且呢要去增強自己整體的英雄 還有版面的一個質量 五等的時候呢 我們先去組出一個四柱戰 然後惡魔法式 安妮也可以換成機器人非愛改湊舞鬥 基本上安妮這張牌技能還不多的話 他就只是一個掛劍而已 因為六等呢是很難有位置 可以去讓他上場的 更何況呢現在很多人也會去抓這張單卡嘛 反正法系陣容一定會去用到這隻角色 或者說有些人他想要前排掛個牛捏的時候 他就會抓一下安妮 所以是比較難去升到三星的 那通常三之五或者說四之一 刷到潘森三星之後呢 就可以去升上六等了 這時候就是完成我們的一個基本陣型 去搭配這個四柱戰三超級英雄的體系 照這呢配這個超英的體系呢 可以說是相當契合 因為李星本身他就是助戰的英雄 露露也剛好是低費卡又是助戰 很多牌呢都能一起抓 然後一起去綠牌 一起去湊羈絆超簡單上手 七人的時候呢可以去補上安妮湊惡魔法式 或者說補牛去湊吉祥物 看誰來或者說誰惡星就上誰這樣子 當露露沒有來到三星的時候呢 就可以換成維爾哥 通常是不會在七人停留太久的 就是會繼續存錢身上八等 八等的話呢就是補上維爾哥這隻角色 因為維爾哥跟牛剛好可以去湊牛年的基板 然後牛又可以去跟莫菲特湊二級響武 這也是比較偏向我這場的一個配置喔 那如果說今天你是讀到三星露露的話呢 就會有不同的一個搭法了 這邊給大家兩個辯證下去做個參考 第二呢就是你今天是達到三星露露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索娜給換掉 因為其實索娜這角色如果沒有三星的話也沒什麼用 那如果說你補上的是一隻星朵拉 並且現在星光又只要二的羈絆 他就能夠激活了 所以再去搭配一隻艾克 你就可以去湊出二星光二傢伙 羈絆就能開得很漂亮 而且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多靠這個星朵拉去拉人 像是你的備戰村呢就可以多放草人啊 惡爾加特這樣的一個角色 第二個呢就是你今天如果是有助戰轉職的話呢 也是可以去搭配到六助戰的 這時候呢就得捨棄艾克這一隻角色 就是不要二星光了 我們就直接搭配一個比較直觀的六助戰 補足我們整體的一個傷害 身上九等之後呢 再去補上草人啊惡爾加特 真啊等等的無費強力 單卡就能合好擠進前二名了 OK這一場的話呢 因為前面是沒有拿到龍爪的 所以我就先合了日演 所以就是看你該局的一個狀況 如果說你今天是本來就有斗篷的 那當然你今天在二之三再去拿一個魔防 然後直接喝一個龍爪當然是最好的 然後我是在三之四的時候 才有辦法去拿到這個斗篷 然後去合成一個龍爪出來 接著呢我就選擇了戰鬥法師 因為我覺得效益還算蠻大的啦 就是前排的角色很多嘛 後排我們只有兩隻而已 基本上啦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還有去掛威爾哥的話 威爾哥也能夠去吃到戰鬥法師一個加成 好在這邊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出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直接在還沒有三星的時候 就打出了一個四連勝 這個效果 這個強化他真的有點像是李星 就李星大家對他的今生的這個印象 不知道是如何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放著就能贏 就是你只要把你的陣容 然後組好然後裝備給一給 然後讓他可能給什麼日炎啊 後戰啊 翻角龍首啊 之類的 就讓他在那邊慢慢磨就好了 那我覺得潘森其實也是 差不多這樣子的一個存在 想對手的話他就還在過渡嘛 他這個應該會是比較偏向去玩高費的一個陣容 那這邊的話感覺有可能是要輸了耶 算比較可惜一點點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還沒三星 就是我們刷的比較少一點 其實我蠻建議大家如果說今天你想要保連勝 或者是說你血量比較低的時候 三之五呢可以多刷一點 你就直接把你的潘森刷到三星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場呢我真的覺得 可以再加速一點就是 就是盡早的把你這個潘森再早一點低到三星 可能會是再更好一點點 好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肯定要去追出我們的潘森來到三星 所以這裡我就要多刷一點 只是那牌就真的有點卡 然後在這裡的話我就先把這一隻鋼譜給賣掉 好這邊就又再卡了一隻 就是有的時候在賭這種低肺症 然後他又一張一張的來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很難受 好結果這邊掉了兩把的弓 然後我們就直接先合了一個火炮嘛 因為其實弓這種東西呢 就是你只能去核電刀 或者說蟲動拒殺這樣子的東西 那如果說今天還掉了兩把的時候 就蠻建議大家就乾脆直接合一個火炮算了 好這邊的話 喔沒想到我們竟然還能贏 就有辦法繼續鎖血 這件事情就還蠻難得的 我覺得啦這個陣的一個優勢點就是 你就算沒有追到三星 你也不會被入到太多的一個血 因為他整體在前排的一個坦度是非常足夠 然後這裡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先升等 應該要先把這個露露去追到三星 然後再升等會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應該是要先撿地上的攀升 然後再去抓我的牌 對 算是一個小失誤這樣子 然後對面的話呢 他就是去養這個法系的陣容 現在還是會有一些人選擇 可能玩尼克啊 或者說匿命 因為其實每個人去選擇陣容的話 還是根據你的吊裝嘛 有些人開場就拿了一個水滴 他也不可能所以突然就要去玩一個物攻的陣容 偏難偏難 那這裡的話呢 就是這隻牛超級無敵坦 因為他也是龍爪的 但沒有關係 因為助戰呢 他的魔攻是會越跌越高的 有沒有 這邊一下隨便弄都是900多 而且潘森呢 你看他就是全部都塞坦裝 就打了一個4000多的傷害 然後我們是在四隻二才三星嘛 接著呢 就是要慢慢再去刷 其他的二費卡 也來到三星 比較可惜的就是我的Lulu沒有三星 比較難受一點 他就是我們的水滴也很少 其實這個陣容最好是要有水滴 或者說科技槍這樣子的裝備 那對手的話呢 他就是選擇去玩疊疊樂的 現在其實蠻多毒狗 我真的都覺得可以玩啦 大家應該有看過毒艾希吧 就是艾希呢最近也是回歸了 所以可能會比較怕就是 我覺得艾希其實還蠻強的 對 所以可能比較怕的就是艾希這樣子的一個陣容而已 但是 你說一費卡之中13張就只有3張是物攻角 所以半數的人 你都是打得過的好不好 因為如果說他們今天都選一樣好 他就是要讀艾希好 結果另外一家也選到讀艾希 然後他們就是一起下去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陣容比較放心的一點 就是說 13張之中反正跟你克制的角色 也就只會有3張而已 好這邊的話就是放上安妮 就基本上如果說你不知道去補什麼的話 這裡有點在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趕快去試他出一張的鋼譜 然後因為我在就是卡備戰區的時候 把鋼譜給賣掉了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已經賣到覺得要沒人賣了 所以在很不得已的狀況才把鋼譜賣掉 這裡的話呢對面是已經有草人了 而且他拿的呢就是這一個 陸希恩的他就是加經驗的一個英雄強化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這個陸希恩完全打不斷我 不過其實也可以看出對面的一個思路 他想要上9等 感覺上他就是想要依靠這個陸希恩 然後去瘋狂一些身上9等 OK我們這已經終於差一張Lulu了 真是太感動了 然後現在大家呢擺位的時候呢 就是要稍微特別留意一下 像對面的話 哇靠他這個人是已經有起手皇冠的咧 然後有些人可能還在賭菲歐拉或是說亞蘇 亞蘇的話就是會有一個大範圍的控場嗎 然後或者是說像現在比較多的一個駭客角色 所以你就可能要稍微去左右擺一下稍微去騙一下敵人的位置 這裡就是再多刷了一點之後發現莫菲特偏難刷 欸因為現在如果說你今天選到一二費打好了 那你可能就會有一些超音的體系 會是跟別人比較撞到的 我有點猶豫在想說是不是應該把這個菲歐拉給抓起來 因為這個菲歐拉呢來好幾次了 我就想說他是不是在暗示我 好那我就直接拿了好了 大家如果有看過我之前在介紹那個頂尖對決的影片 就知道菲歐拉很強 而且我覺得菲歐拉其實他只要出坦裝就很強 就不管是什麼樣的坦裝 都有一定的一個戰鬥能力 結果對面我靠他這個控場很關鍵咧 就讓我的潘森直接被控的死死了 不過也是打了一個五千多的傷害 這邊的話感覺就是百味沒有擺好 然後我們的瑟娜沒有辦法去滾動他的一個血球 沒有辦法像永動之一樣 就是幫我們的潘森去補血 如果有科技強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一件事情 那這裡的話呢就是看到還有人 喔因為他是有高檔貨的啊 所以他這邊已經有烏爾加特了 然後又有草人 算是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ok 而且他的烘爾是有拿到狙擊進強化的 然後在對上這一種物攻陣的時候 就是我們比較難打的時候 不過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的潘森 一個頂在了最前方 哇這一暈就是一千兩百多啊 而且他在暈眩也暈很久 他暈1.5秒嘛 然後他這邊就直接打了一個六千多的傷害 有點厲害 好這裡的話呢因為沒有人可以上 所以就先去隨便補了一隻 再補一隻索娜 其實最希望的當然是說 可能有些什麼烏爾加特啊 或者說星圖拉 珍娜之類的無費單卡 不過因為我們的就是等級比較低嘛 所以比較難去找到這樣子的角色 好像對面的話就是要玩九五大陣的有沒有 他就是跟我猜的一樣 因為其實拿到路線就很容易去升上八等 然後升上九等 然後像他這裡的話 但是呢這就是有一個風險 就是如果你今天遇到這種我們大城的陣型 而且呢有沒有潘森完全敲不死 你就會被扣很多的血 像他這邊有沒有直接觸發這什麼 最後一撥是不是 剩最後一滴血拉 OK這個轉盤的話呢 嗯有點這一箱 要去拿 其實拿西風也可以啦 但是最後我想說 就是弄一下我們這個珍娜好了 因為珍娜的話 可以跟我們去湊一個魔法石的羈絆 而且我覺得現在珍娜的話 效益算是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他至少有一個基礎傷害 就不會像說之前 哇完全零傷害的那種感覺 OK對手的話呢 他是一個槍手體系 就是無限槍手體系 而且他轉職會這樣非常的多 這邊最怕的就是那個一者直接掃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整個全滅 而且其實在打這種槍手體系的時候 或者是說物攻陣的體系 都是比較吃力的 但是因為我們有石像鬼 石像鬼最好用的就是 你今天不管打法陣或打物攻陣容 都是很可以的 像這邊有沒有就是扛超久 這樣應該有讓大家覺得就是 潘森就是那種理心的祭祀感 就是他真的太能扛了 而且他至少是扛呢 不是一直給護盾的那種扛 而是他本身的物防跟魔防就很高 像這一場的話其實我沒有這個科技強 如果科技強的話當然是更好 所以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補索娜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可以一直幫你的潘森補血 你就會發現 哇他就是一個有動的魔術級 就一直補一直補 然後我們的潘森回血了之後呢 他又可以一直暈眩 像這邊他會跳誰呢 然後這裡的話 我要被暈到了 有點可惜 像這邊的話就是被控場 啊 就比較大的一個缺點就是被控場這件事情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遇到那種 就是太多的一個控場角色的話 因為然後自己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個擺位 OK那我們來最後一刷 先升上這個八等 然後我就想說看能不能刷到一些 其實我最希望的是我的LULU的那三星 大家應該知道我這個LULU就只差那麼一張了 這裡的話感覺選一個十項鬼 然後讓我們的李星爺一起談 好像也是蠻不錯的一件事情 對手的話呢就是一個八決鬥的基板 直接組起來了 然後他是亞素先來到三星 他的菲歐拉也要三星了 我真的是覺得好理家在 我有卡住他的菲歐拉 不然的話呢 這邊應該會非常非常的難打 OK 還好我們這邊擺位有對好 就是你這個潘森要對準他亞素 然後還有菲歐拉的位置 並且呢你的後排要遠離那隻亞素 因為亞素會控場 而且他掃的那個龍捲風的範圍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你被掃到的話 你後排是有可能直接灰飛煙滅的 那這裡的話呢就 嗯去看了一下其他的玩家怎麼去做他們的擺位 伊澤 伊澤的話算是比較難躲一點點 然後我也是耍了一些小心機 就是我會去以我的這個火箭飛蛇的位置 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拿火箭飛蛇的 尤其是在第三個出現 第一個跟第三個出現我都覺得很好 第三個出現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自己有那種陰人的手段 喔我們這個索娜很可以耶 他這爆發一個也是差不多來到1000的傷害 爆擊的話隨便就打了一個800多的傷害 而且索娜這隻角色就是比較冷門一點 他在S8的時候很熱門阿 但我覺得星格賽界的話拿索娜的人真的是偏少的 大家都是比較如果法系的話 大家可能會比較偏向去拿勒布朗阿 或是說尼可阿跟匿命 就是在魔法石來說 他是比較冷門的一隻角色 那在這裡的話像有沒有 我就直接用我的潘森對準了亥牙樹 所以亥牙樹這個傷害完全沒有辦法起舞 而且我們是潘森一頂再頂 一個頂就有1 2 2 1 喔這邊開始頂這個菲歐拉了 頂你騎你騎在你身上有沒有 哇靠 啊菲歐拉這角色很怕暈眩 所以潘森呢很噁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魔攻很高 我靠這邊直接跌到了600多的魔攻 打了一個8000的傷害 哇6674吧 600多的魔攻有點暴力耶 OK這邊的話我想說哪一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那個那個這個 減傷 對減傷 其實 贖罪神石 突然 突然那個詞跑不出來 減傷 沒錯 贖罪神石 拿一個減傷的 因為我覺得他有點痛 而且 因為他是開高絕的喔 所以他其實輸出是蠻不錯的 對 而且他有一些什麼切雞啊 而且他是雙C 就是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是雅速跟他的菲歐拉都很能打 這裡的話呢 我們的潘森有辦法頂得住吧 因為他這個雅速沒有死 就是我覺得最不穩定的一個因素 潘森其實也是挺怕控場 雖然你看他菲歐拉也是很怕控場喔 不過剩下雅速一個人的話 哇這完全是沒有問題的啦 1954 1954就有點誇張了 這個傷害是 索娜打的還是潘森打的 等一下再看一下 OK這裡的話就是要趕快刷我們的 露露來到三星最後一刷 不過那個星朵拉我相信露露 相信 大家知道嗎 相信這個兩個字怎麼寫 就好像你們一直相信自己會 講到你的朋友羊 我也是相信我的露露會達到三星的 所以這邊有就是相信的一個概念 我們要維持我們的信念 喔這裡的話 我的潘森也是對的很準 反正你的潘森就是盡量頂在你想要頂的人身上 你們懂那種感覺吧 OK然後盡量就是 我們這邊索娜就是遠離那一隻菲歐拉跟雅速 就可以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OK他這邊直接投降了 超級無敵噁心 珍娜的話他那個龍捲風 我覺得在後期的話也會是一個蠻大的加持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遇到駭客的話 其實你就縮腳擺就好 尤其是呢珍娜這隻角色 你就更好有機會去防範嘛 而且呢這個陣容他有非常多的一個前排角色 所以他是比較好去防駭客的 大家如果要縮腳的話呢也建議縮在右下角 而不是左下角因為左下角突出一塊 所以你最好塞的位置是塞在右下角 雖然說我們最後是沒有三星的索娜 也沒有三星的魯魯有點可惜 但大家應該有發現就是 他是真的非常好擠進前四名甚至前二的 如果說他的菲歐拉來到三星的話 其實我們可能刺激的這個能力不一定 但是也很有機會 因為只要過了他的這個水銀的時間 那菲歐拉就會一直被控場一直被控場 所以我覺得潘森這隻角色的優勢就是在於說 他的防禦力超級高 然後呢他又可以一直暈眩敵人 並且呢他的傷害是可以一直無限疊加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助戰的角色嘛 所以他的上限呢是會比較驚人的 就更何況他後期還可以去配像說 星朵啦跟珍娜這種單卡 就是我本來覺得這隻角色 為什麼是助戰感覺好像有這麼一點點的尷尬 但玩過了之後你就知道 我靠他配助戰真的是超級無敵香